你怎么会变得开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论到沙头的大罪啊 这几天我龙三犯了 可不比你手 只不过老大 我真的很好奇 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特殊的技能 我 我 就是一个江湖混混啊 江湖小混混 自然要学得多一点 不然怎么混得开啊 对吧 相比于刘德昭啊 你更是让我大开眼界 亏你记忆不经 这个玉玺呢 你伪造得不能到 以假乱真的地步 要不然的话 那可真就天下大乐了 龙小弟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 忌讳的事啊 从此在你心里 就记了我一笔了 没事 这要是别人哪 伪造玉玺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不会轻饶了他 但是你妈 我知道 你虽然天性顽劣 但是你一定不会做出什么 让我不可原谅之事 虽然你嘴上这么说 但是我知道 在你心里 已经对我有防备了 早知道 我就不出这个受主意了 另外想办法 就那三个百姓啊 反正呢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这次回宫以后 就一辈子 把你拴在我身边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犯下什么 连我都保不住 你的重罪了 我才不要在那个 像金笼子一样的紫禁城里 坐牢呢 均无戏言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上了 你是我的龙小弟啊 李护尉 待会儿等你家大人回来之后 还请您 在你家大人面前 替我等多多美颜几句啊 好说 好说 多谢 钦差大人到 圣旨下 皇上密旨到 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 臣 刘德昭 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卓龙三位钦差大臣 在查办书总的遇刺案之时 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 以及地方官员之官封政绩 如实禀报 不得有误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你你你你 刘大人 嗯 这皇上的密旨 可都听到了 这临出宫前啊 皇上再三叮嘱 一定要详查 山西的赈灾详情 以及 地方官员的官方政绩 那就有了各位大人 多多配合了 哎呀 龙大人您就放心 我等自当竭尽全力地配合龙大人 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 这书总兵的府邸的位置 这么偏僻 而且呢 设施呢又这么简陋 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 龙大人是这样啊 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 壁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 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 书行呢十分之便利 大人 可否考虑一家到小院赞助啊 多谢刘大人的美意 只不过啊 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 你我不适合走得太紧 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 对你我都不利啊 哎呀 哎呀 哎呀龙大人 你看你啊 自京城远道而来 那是翻山越岭啊 太辛苦龙大人了 你看啊 你既然到了这里 那怎么着 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 尽一经地主之遗吧 主子 咱们这几天在书府 天天粗茶淡饭 嘴里都淡出鸟来了 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 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 鸟的 行 那就多谢刘大人了 老大人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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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龙大人啊 龙大人啊 能够来此 与我们这帮地方同了小叙 实乃是我等荣幸之至啊 龙大人啊 咱们就别干看着了 啊 这些呢 都是毕府的小竹 做的一些家常小菜 不知可否和龙大人的胃口 来 来 龙大人尝尝 查一查 龙大人啊 你这一桌加油 不见寻常的鸡鸭鱼肉 全是些难得的山珍海味 对 刘大人啊 刘大人啊 你这家常小菜 可比皇上御膳的规格 还要高啊 龙大人说笑了啊 这是夸奖我啊 啊 是这样 有菜不能没酒 啊 来 龙大人 尝一尝 这可是 来来来 自西域而来的葡萄酒 冰镇之后口感更佳 来 尝一尝 来 二位 你们也随意 外面赤日炎炎 焦土千里 没想到刘大人府上 还有这冰镇的葡萄梅酒啊 不怕龙大人笑啊 本府呢 体胖怕热 故人呢 在这家中 多挖了几口冰窖 每到隆冬之时呢 就会大量的取些冰块 以渡炎下 刘大人 会享福 此次山西等省 大旱 这皇上啊 在紫禁城里 是时不下宴 寝不安枕 蚂蚁素食一个月之久 还刺龙血抄佛经 这才求得一场甘脸 看来这 做天子的 真是不如 这做臣子的逍遥自在啊 龙大人 此话严重了 来 吃菜 来吃菜 大人请 刘大人 不必忙活了 你这一盘盘的佳肴 在本钦差的眼中 就是明指明勾 一杯杯美酒 就是黎民血泪 恕本钦差 难以下咽 孙人 龙大人果然是忧国忧民啊 让我等十分惭愧啊 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我等席而恭听 刘大人 咱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 你我已算是心诏不宣 我只要求刘大人 做好三件事情 不知乃三件 第一 放了王十三等人 还有那日 你在你小舅舅园外 抓捧的那些灾民 全部无罪释放 并加以赔偿 好 这就去办 第二 把囤积的粮食 全部发放给灾民 把那些借机哄抬粮价 大发国难财的奸商 全部都抓起来 严惩不待 好 这就去办 第三 交出赈灾银两的账目 并打开银库 让本钾柴一一核查清楚 若有短缺 你等自行想办法补上 然后 再跟本钾柴一起 把这些银两 发放给灾民 二位 二位没觉得 这个天 格外的闷热吗 是啊 热得很 好啊 我这就掉起人马 即刻就办 刘大人 你可不要敷衍本钾柴啊 你们应该都清楚 眼下能否办好这三件事情 不仅关系到数十万灾民的生死 更关系到 你等一干地方官员的前途和性命 本府 明白 行 那本钾柴就告辞了 宋大人 不必了 诸位大人 留在这儿 继续享用这些美酒佳肴吧 别浪费了 一环 你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居然敢课假玉行 你知不知道 你这可是犯了帝王的大忌 虽然皇上表面上夸奖了 但你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吗 我知道啊 我当时说完就感觉到了 他心里肯定不开心了 可是现在反悔也没办法了呀 叔父 一欢也是救人心情 他一向心性单纯 不明白帝王的复杂心思 现在埋怨他 也没用了 本来就是啊 我以为我在帮他解围 而且是他让我磕的 谁知道会这样啊 朱哥哥 我是不是又办傻事了 是有点傻 但是我不怪你 我们本来就跟康熙 势不两立 翻脸也是早晚的事情 好在眼下 他跟我们还算是 同一条船上的人 就算是对我们 起了防备之心 也只能暂时 和我们维持眼下的关系 你不必过于自责 从小到大 你都这么包容我 你呀 你呀 我早晚得死在 你们两兄妹手里 死在你手里 你呀 都是因为 内衣我下手太重 要不我先用内力替你疗伤 多谢前辈 不必了 刘德昭一直怀疑 他身边有了奸细 只是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 所以 我不能耽搁太久 是不是刘德昭他们 又有新举动了 今天钦差大人 直接来了富雅 还亮出了皇上的秘制 把刘德昭他们 吓了个半死 钦差大人走后 刘德昭 并召集了他那几个 心腹的官员和富商 一起商量对策 小棍啊 你们几个脸上那个字 还没洗干净啊 甭提了 也不知道那个性爱的 在墨汁里放了什么东西 我们搓的钱搓不下去 是啊 混蛋 等会抓到了他 我非拔了他的皮 坐 坐这里 都是我这些手下 太犯捅了 给更多央物人 这些手下 这些手下 打算是好 的 好 就是 感谢观看 这世上有不偷星的猫吗 甭管怎么样 咱们先背下重重的厚礼 探探她的底啊 对对对 没准她眼下的假正经 就是为了将来很捞一笔 还有 我看那个龙大人 年纪轻轻血气方刚 正是干柴烈火的年龄 你们府中 谁还有没开包的角色美人 也别藏着掖着了 赶紧贡献出来 等把这丝 弄上了咱们的船 先渡过了眼下的难关再说 有吗 没有没有 有吗 没有 你有吗 没有 我有 我府长啊 还真有这么一位美人 不但人长得美 性子温稳 而且谈得一首好提吧 姐夫 我原本可是要孝敬你了呀 你小子 哎呀 认这美人如何的貌美天仙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 也罢 让这个美人 去试一试龙三 秋冠啊 记好了啊 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女子的身份 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 你放心吧 姐夫 她呀 是一个孤女 我发现的时候都快饿死了 是我收留了她 锦衣御使养着她 现在对我是感恩戴德 让她陪陪钦差大人 不为过吧 哎 不为过 我想 二位一定也猜得出来 他们所说的这个角色美人是谁吧 该不会就是婉星妹妹吧 正是 婉妹知道秋冠 要把她送给刘德昭 她以为只要进来刘府监找我 我们便要几回私奔 所以 这几日她在秋冠不顾不恼 还假意奉承秋冠 我本想等我伤好了把她救出来 可没想到 这帮亲手 居然想让她去试后钦差大人 秋冠这个亲手 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宰了她 刘德昭等人 若是把书碗心 献给钦差大人 那她私自出逃 让人冒名顶替进宫之时就会暴露 所以我才急着来找你们报信 跟你们商量对策 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直到现在我才能偷偷溜出来 孟大哥你还是来晚了 刚刚刘德昭的人已经接走了钦差大人 想来就是要行使这个计划了 是吗 那 如果钦差大人识破了晚妹的身份 而你是冒名顶替 那你和晚妹就都麻烦了 眼下之计 也只有我立刻赶去刘府 在书碗心 被献给钦差大人之前 把她给劫走 好 那我现在就回去 暗中协助你们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好 我走了 秦差大人 我家大人有要事要和大人商量 还请大人独自入厅 随行人员且留在厅外等候 那可不行 我是龙大人的贴身护卫 不能离开大人半步 无妨 刘大人这么晚叫我过来 肯定是有好事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你们就先在外面等着吧 你那件背心穿了吗 主子 跟刘大人有事好好商量 千万别翻脸啊 你这么关心我 我知道了 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大人这边走 你把背心给他了 小气鬼 来 孟大人 请 蓝大人 赶紧 赶紧 是 蓝大人 来 坐 坐坐坐 刘大人 你这私人府邸用度之奢华 丝毫不逊于皇宫啊 龙大人实在是过奖了 这么晚把龙大人请过来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想咱们聊一聊私方话 交与交朋友 龙大人啊 这下面这一层的金银珠宝 是本地的同僚一点小小的心意 这上面的十万的银票 是本地的商户们孝敬龙大人的 一点点小意思 还请龙大人能够笑吗 牛大人 这礼 我暂且收下了 好 万姑娘 等一下见了钦差大人 你可要好生服事啊 嗯 是 邱老板 要是没有邱老板 小女子早就饿得没命了 小女子 一定知恩图报 嗯 好啊 走吧 蒙哥哥 你在哪里 等会儿听到我的琵琶说 你可一定要来救我呀 这礼呢 我已经收下了 刘大人要是有什么话 不妨开门见山地说吧 这龙大人 果然是个爽快之人啊 好 那我就说 我知道 龙大人呢 今天 看我在堂上 审这个案子 不是十分的满意 我心里知道 可是龙大人啊 你是误会本府了 嗯 我什么地方误会了 刘大人啊 这些个大劫官府 酷银酷粮等 乃是这牛角寨上 前名的余孽 可惜啊 这个牛角寨 是一手难攻的 所以本府呢 就抓了三个替罪之羊 在堂上呢 对他们是有些 枉法裁判了 这不是也是为了 那牛角寨上的 前名的余孽 又他们下山吧 好意思要引蛇出洞啊 但是龙大人 你这无凭无据 怎能断定 这打劫银粮的 就是牛角寨上的 前名余孽 龙大人 你有所不知啊 打劫官府 酷银酷粮的 有二十多个人 这二十多个人 他们个个是武功高强 训练有素 非一般的盗匪可比啊 想来 在本府的辖区之内 也就是这些 牛角寨上的 前名的余孽 有此实力了 原来如此 不过刘大人 单是为了剿匪 就冤枉三个无辜百姓 还滥尸酷刑 这也有为大清律律吧 龙大人啊 本府这不是也是剿匪心切吗 使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 跟策略 我知道 龙大人呢 你有些疑 可是 我不是也按照龙大人的吩咐 把这三个百姓给放了吗 还有 前些日子在囚棍的庄园 抓了几个闹市的灾民 不是也一律都给放了吗 不瞒你说呀 本府还赔了不少的银两 龙大人啊 这样说来 您所交派本府的第一件事 算是办妥了吧 那另外两件呢 这第二件嘛 粮食可以放 但是 不能发放过多 多少呢 咱们就意思意思 能够让龙大人回去交差 就可以了 至于那几个粮商嘛 他们一个个的 跟本地的官员 那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龙大人啊 我看最好 还是不要抓了 那赈灾银两 不瞒龙大人说呀 山西这些年 那是天灾不断的 府库的银子 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这朝廷下坡的银子 啊 根本就是不够啊 有一点银子呢 也就添了往年的亏空了 啊 就比如说吧 如果说按照朝廷的规定 每一个灾民发二两银子 每隔十里打一口深井 我的龙大人 银子根本不够使 所以我说呀 龙大人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您呢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咱们每个灾民 给一两银子 每隔三十里打一口深井 这样你我 咱们都好交差啊 朱哥哥 你说这刘德昭 单独把龙小弟招进去 到底想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 肯定是利诱啊 这些蠢货 如果知道他们正在收买的钦差大人 就是当今皇上 肯定会下得屁滚掉流 那太好了 咱们可以用 他们贿赂龙小弟的钱 买粮食 然后分给赛民啊 糟了 卿城 她怎么来了 她不是薛姐姐 她是舒婉欣 易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几天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有劳易姑娘挂心了 你们 不是那个外地客商的仆从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 就是钦差大人的随从 那 那小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前面的事 多有得罪啊 二位 多担待 这位姑娘 在淮阳村的事 那是个误会啊 真的是误会 这位姑娘 就是你们在淮阳村抢走的那位吧 哪能啊 万苏姑娘 那我一直是李静有家 半丁点我也不敢亏待啊 你要不信你问她自己 是 邱老板 对我一直很好 好 好 好